欢迎来到喜欢就买JustPi和极电魔方FCP联合创作的海运Connect系列节目 本期我们先来看一下产品的开箱和安装 下一期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全面的拆解和测评 对Connect或者电源感兴趣的小伙伴 欢迎关注我和小王子FCP Connect是海运在2018年Comptex上展出的概念产品 当时我有幸在现场看到过 没想到这一哥就到了2020年 那我们这就来开箱 Connect的包装非常环保 型号、slogan、80plus金牌 在包装最顶部依旧是熟悉的50刀Steam充值卡 估计这款产品会正式发售 然后是不用读系列 好吧 说明书还是得看一下的 毕竟这是一款新产品 接着就是Connect接线板 看着就很酷了 尺寸330×60×21 正面大部分由工程塑料材质覆盖 背面是一整块铁板 除了有散热效果之外 还有高导磁性 便于利用磁梯安装 接线板两侧的模组插座 和目前海运的电源一致 定制线也是通用的 插座上都做了标识很方便 比较特殊的是 Connect的底部是一个20pin和10pin的插座 用来连接电源主体 logo区域是灯板 通电后会发出蓝色的灯光 可惜不是RGB 也不支持光效同步 2018年展出的是有RGB和风扇接口的 不过谁没事盯着背板看 接着是附件和磁贴 也就是用来固定接线板的东西 模组线方面主要的几组都做了缩短 使得装机更加简洁 接着是Connect的主体 这是一款特殊的海运旗舰晶晶750W 12V输出能力62A 744W -12V和5V standby输出能力分别是3.6W和15W 电源为14厘米短声设计 电源背面出风口也有温控切换按钮 除了采用特殊的输出线材 没有生成5V和3.3V的DC2DC模块之外 和旗舰晶晶750W的区别不大 这颗电源的输出接线方面 和常规的ATX12V电源有一些不同之处 不是24Pin而是20Pin 再加一个10Pin的小接口 也就是和Connect接线板相连的部分 电源和接线板还有模组线的安装还是很简单的 首先连接底部的20Pin和10Pin 然后再和常规模组电源一样 将线插到对应的接线板上 接下来我们开始装机演示 接下来我们开始装机 3V195D浓测仇 接线板的固定需要用到附件里的海绵垫和磁铁 将磁铁的两面分别粘上海绵垫 然后贴到接线板的背板上 再固定到机箱就可以了 这里需要注意不要让磁铁吸到主板 以免造成短路 在这个地方上 使用水平均滑 在这个地方上 好 好 好 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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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后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Connect的安装 除了磁铁固定方面有点麻烦 其余的像接线和底线确实更加的高效和方便 不过对于整体外观来说 我觉得还是需要上定制长度和线材的模组线 那么更加详细的产品拆解和测评 敬请留意我们之后的合作视频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